今天的追踪第一线 线上访问的是 TPBS的驻韩特约记者杨潜豪 潜豪你好 倩文和各位TVBS的观众 大家午安 是 潜豪 俄罗斯总统普京 以及北韩的领袖金正恩 先后签订批准了朝二条约 南韩也研判了 这可能成为北韩 为这个俄罗斯派兵的正式依据 详细状况究竟如何 我们也请潜豪进一步带我们了解 好 我们今年6月时有为大家报道过 北韩和俄罗斯签订了 概括性的战略伙伴协议 南韩媒体称之为朝俄军事条约 这个条约在经过四个多月后 俄罗斯总统普京先是在11月9号 也就是上个星期六签署批准 而北韩领袖金正恩则是在11月11号 也就是本周一签署了 相关消息不止在北韩的中央通讯社 就连北韩国内的民众能够读到的 劳动新闻也都被报道出来 以南韩这边来评估 既然这个新闻都能够见报的话 那么预料 平壤当局很可能会在未来选个时机 正式的向国内宣布 北韩派兵到俄罗斯支援乌克兰战争 这个协议的核心之处就在于 第四条的内容 两国如果有一方遭受到武力侵略 而处于战争状态的话 另一方将会毫无迟疑的 透过所有手段来提供军事与其他的支援 这个条内容呢 我们当时也有为大家介绍过 但是当时的情况 三四个月前呢 还只停留在向金正恩访问俄罗斯 视察兵工厂军工厂这样子的情况 但是现在呢 乌克兰的军队已经开始小规模的反攻回俄罗斯 对于莫斯科当局而言就能够视为被侵略的状况 而能够要求北韩给予进一步的支援 而北韩为何会破天荒的派兵俄罗斯呢 昨天就有专家向我们分析原因 还有做未来的展望 被译为南韩的俄罗斯研究专家 而且曾经先后在俄国和美国 接受军事训练的韩国国防研究院 国际战略研究室市长杜真浩 在昨天对我们外国记者简报 他表示最大的因素还是在北韩看上了这个俄罗斯给予士兵的庞大费用 我们先前有为大家报道过 根据南韩的最高情绪单位 国家情报院的估算 俄罗斯至少将给每位这个北韩的士兵 每个人大概每个月2000美金 相当于新台币6万元 但是呢 杜市长昨天对我们表示 每个人得到的金额可能会更高 麻烦导播放出我们先前准备好的图表 这个杜市长推算 这个俄罗斯可能会支付的 包括月薪300万韩元 相当于新台币7.5万元 还有呢 另外每个月再支付 这个津贴零用钱的150万韩元 相当于新台币3.8万元 考量目前派兵的规模 推算是1.3万人 那大概会有两班的人 随着这个时间轮替 所以呢 总共这个总体的规模 可能会达到大概2万人左右 所以呢 每个月300万韩元的薪资 加上150万韩元的津贴 然后呢 有北韩政府抽走大概 8成5的金额 乘以2万人 还有12个月 再加上另外呢 北韩还能够因此换取到俄罗斯提供 包括无人机相关的 这种各种军事的技术 北韩派币俄罗斯一年 最少能够获得1兆韩元 相当于新台币 250亿元的外汇 算是相当大的进账 足够北韩政府灵活运用 我们来听听杜市长的说法 好 大家都知道 北韩长期受到国际的制裁 而杜市长认为 现在北韩经济状况不好 国内已经出现不满的声音了 所以呢 如果从俄罗斯这边 取得大量的外汇的话 政府拿到这笔钱 就能够同时发展核武 与改善民生经济 另外呢 杜市长也跟我们表示 北韩派遣的兵力 可能还会包过 包含这个接受过 海上和山林入侵训练的特殊部队 但是考量到库斯克 现在这个乌克兰军队 近战的这个俄罗斯 库斯克地区 它是平原地带 北韩的特殊部队 究竟会有多少人 还有能不能够适应 现场的地形条件与环境 发挥实力 目前仍然还有疑问 另外呢 第一夫人干政的真意 也持续的延烧 南韩总统尹席 紧急道歉了 却引发更多的批评 而他的支持度 看来只剩下17%了 也创下了历代总统 就任两年半的最低记录 还有看到的是 这个白手套明太君 遭到检方申请羁押 这对南韩的政坛 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再把时间交给钱豪 好 我们过去连线 也为大家介绍过 南韩总统尹席月和妻子 第一夫人金剑西 介入了国会议员候选人资格的 干政怡云 我们要先重新为大家 回顾一下两周前的内容 麻烦请导播播出我们上周准 之前所准备好的这个图表 这个第一夫人干政案相关的人士 有一家叫做未来韩国研究所的民调公司 有一位就您看到这个人物当中 中间的这一位女性职员叫做江慧金 他出面指出 他的公司多次的帮助影席月阵营做民调 但是呢都没有收钱 那江慧金还表示 公司的负责人 也就是左边您看到的这一位明太君 在尹席月于2022年就任总统之后 就以这个没有支付的民调费用作为代价 要求您在这个图表当中右边看到了这一位 执政党国民力量的这个 他以前是前议员 叫做很资深的这个国会议员 叫做金义轩 再度的出马角逐国会议员的补选 那江慧金还公开说到 自己有听到明太君和尹席月总统两个人 通电话的内容 当时尹总统就有说 我要金应轩这一段话 结果呢 南韩的最大在野党 共同民主党在隔天就取得了一段 尹总统与明太君的通话录音 我们来听听录音的详细内容 好这段通话的时间是在2022年的5月9号 也就是尹席月总统就任的前一天 看起来最后似乎还是有尹总统本人出面 向执政党要求要由这个金应轩来出马 而通话后的隔天金应轩也顺利的 取得国会议员的补选资格 最后成功的当选 当时呢这个事情出来的 其实让这个国民力量很多人都感到相当的惊讶 那这一段录音在上个礼拜被公开 引发了社会哗然 虽然这个龙山总统府强调 这个尹总统并未下达任何指示 另外的通话的内容 也不论在政治上法律上 还有常识上都不构成任何的问题 但是这个回应呢 显然没有被大众所接受 我们继续让大家看看 南韩盖洛普公司 美洲所实施的民调 这个您待会可以看到 这个尹席月总统原本很低的 这个已经很低迷的支持度 已经不到两成的支持度持续的在降低 有这个民调的图吗 这个尹席月总统的这个民调支持率 原本已经大概在20%了 但是呢 在上周五盖洛普公司公布的最新的这个数据 已经下探 持续下探到只剩下17% 而在这个民调公布的前一天 刚好就是我们上周连线前 我们有紧急为大家插播 当时的尹总统就召开了一个国民与对国民谈话 还有海内外的记者会 他对于自己周遭的事情 造成国民的忧虑公开道歉 但是呢 这个周遭的事情详细的内容是什么 还有面对与第一夫人介入选举的这个疑惑 尹总统本人并没有详细的公开说明 直到记者在现场提问 尹总统到底跟明太君有什么样的往来 尹总统本人才回应 因为知道明太君在过去选举当中有帮忙 所以当时有接了电话 然后打了招呼跟他讲的话 但是并没有做出任何不妥当的事情 也没有干预选举 但是尹总统也证实 妻子也就是第一夫人金剑西 有多次的跟明太君 有这个通话和简讯的往来记录 那之后呢又陆续有记者提问 那如果尹总统都认为这些没有问题的话 那究竟 总统是为了什么事情道歉呢 结果尹总统回答 要具体说明的话相当困难 但是自己是为了是因为处事不端正 以及总统和夫人没有遵守对话协议 以及呢讲了太多不必要的话 或讲了不讲也可以的话 而惹输了很多事端 我对此道歉 这个是尹总统当时的说法 但是呢总统的说明听起来似乎还是相当的模糊 南韩民意能不能够接受 就要看明天星期五这个盖洛普公司公布的最新的民调的数字如何 但是呢最新的进展是南韩检方已经对刚刚我们提到的明太君 还有后来成功出马角逐国会议员补选成功的这个金印宣两人 以违反政治资金法嫌疑向法院申请这个鞠票 因为呢目前被公开的通话录音内容还显示 在金印宣当选议员后的从2022年8月到今年2月为止 每个月这个都还他本人都还汇款给明太君 累计的汇款金额呢已经达到9600万韩元 相当于新台币240万元 目前南韩检方怀疑这可能就是之前明太君的民调公司 帮忙引习岳阵营做民调却没有收钱 最后呢帮助这个金印宣选举成功后 再由金印宣来支付这笔款项 那这个明太君和金印宣会不会被收押 结果最快将在今晚出炉 预料也将会持续的牵动南韩的政情 我们接下来呢 我们可能好几周都会为大家持续解说这个问题 不过我们也非常好奇 是南韩的经济现况究竟如何呢 院也看到了受到小资族青睐的炸酱面 涨价是涨个不停 从一晚只要4500韩元 现在已经价格逼近万元大关了 到底为何涨了这么多呢 我们要持续的请教钱好 最近在南韩其实兴起了一个新的字眼 叫做面flation 也就是把面粉这个面 还有代表通膨的inflation 结合起来 指的就是面粉 还有面粉相关的制品价格上涨 我们都知道这两三年 受到疫情还有乌克兰战争 以及气候变迁的多重因素影响 南韩陷入很严重的通膨 包括各种原物料 蔬果农产品 食品价格都一一的上涨 我们今年 从今年开始到现在 已经为大家报道过 从4月的像高丽菜上涨 到9月有大白菜上涨 现在呢 连面粉的价格也蠢蠢欲动了 韩国消费者院的价格情报 综合入口网站的统计 在首尔市内一碗炸酱面的平均价格 从9月份的7308块韩元 上升到10月的7385韩元 涨幅为1.05% 那另外的刀削面的平均价格 也从9308韩元上升到9385 涨幅也达到0.82% 那韩国消费者院分析 这个面粉本身的价格上升 再加上餐厅的店面租金 以及人事成本都增加 还有呢 今年年中水电费也调升了一波 都是使得面粉制品 面粉相关制品的价格 调升的原因 那上个月呢 面粉的价格其实已经比9月 上涨了5.1% 我们在今年4-5月的时候 也有为大家报道过 今年年中这个 其实像饭卷啊 拌饭啊 烤五花肉这些餐点的价格 都已经涨了一波 现在呢 如果连面粉相关制品 也都开始上调的话 势必会引发更多的民怨 因为很大的原因在于 刚才倩伟也有提到 在物价飞涨的这几年 其实很多的小资族 很多的年轻学生 都会以配料比较少 成本比较低 价格也相对便宜的炸酱面 作为填饱肚子的选择 如果连炸酱面都上涨的话 那么就代表说 替代的选项 最后一道防线宣告沦陷 那对于这几年的这个物价上升 南韩民众一直都是相当有感的 我们把这个炸酱面 和刀酱面的这个价格趋势 给大家看一下的话 就可以有所体会 你现在看到这个 我们整理出来的 这个炸酱面的这个价格走势图 在十年前 首尔市那一碗炸酱面的平均价格 大概是4500块 如果用当时台币的汇率来算的话 一碗大概是137块左右 但是随后涨到5000韩元 到2022年已经来到6000韩元 去年又来到7000韩元 如果是7000韩元的话 那就相当于新台币 大概175块钱 那面粉的价格上调 影响的不会只有这个炸酱面或刀削面 包括饺子或者是泡面 还有各种饼干 面包 蛋糕 这些的价格 在未来几周或几个月内 也可能会有所提升 其实呢 不止面粉制品 包括食用油和鸡蛋 最近价格也都开始上调了 这些呢 都将冲击到民生经济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 接下来 露冬天气冷了之后呢 大家可能会吃更多的东西 但是呢 很多的这个食品 或者是原物料 持续的上调 都必须让这个民众得拉近荷包 好 谢谢钱豪 带来包括南韩政坛 以及经济的最新动态分析 谢谢钱豪 谢谢 我们下周见